朋友们大家好 我身边这棵植物 它是有一种害虫寄生在里面 这种虫为名贵的中药材 农村山区常见的这种豆科藤本植物 植物学名叫云石 每年秋冬季节 就会在它的树干里面 寻找一种寄生虫 这个虫子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 云石在冬季 植树形的特征 叶子完全掉落 它的藤是这样子暗红色 枝叶肘 花蜜被柔毛或钩刺 植物街的果颊是这样子的 里面的种子已经掉落 别称有天豆、马豆、药丸子 叶子干枯厚是这样子的 叶子比较细小 叶子对生 这棵云石已经生长很多年 被虫子啃食过后 里面就会空心的 云石的根筋部 这个藤越粗 在里面找到这个幼虫 越肥 云石树干里面的幼虫 要叫斗米虫 作为比较名贵的药材 这个虫子可值钱了 一条能卖到50元不等 斗米虫在农村 以前分明一时 这个虫子大小不一样 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这个虫子 偶尔有农民去山里面寻找 在根部 这里挑一根比较粗的藤 打开来看一下有没有虫 在这里看到有一条比较粗的 这个虫子挺肥 虫子越大越值钱 漂亮 这个虫子 这个藤挺粗的 在这个地上 还发现有这个斗米虫的虫屎 把这根打开看一下有没有虫 这个藤被虫子吃过之后 里面就是空心的 有一条 两条 一条 这个虫子 好可爱的 这根小一点的 打开看一下有没有虫 这藤有虫眼 应该就有虫 在这里还以为跑了 没跑 只要是中间这个藤 是空心的 有虫屎 就有这个虫子在里面 出来了 这个虫子呈现金黄色 或是蛋黄色 从这些粗的藤干里面 抓到四条大一点的 一条小的 虫子少 可能是上一批人做走了 这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虫子 当做重要材 一般都是把它弄干之后 磨成粉 或是油炸来使用 今天给大家分享 云石豆科植物 寄生虫 这个斗米虫 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它的一些用途 与价值 可在专业课方面 了解更多 评论区也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 更多农村生活视频